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sworld。圣骑士,圣勇士,圣雷霆,两圣开拓者,森林郎,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三波五连胜。随着唐斯拿下本赛季的第二个州最佳,森林郎的诈迹,已经攀升至,37,圣29负,在球队排行榜上,逐渐甩开了身后的快船和湖人,坐稳了西部第七的位置,并对前面的绝金,穷追不舍。 在英格兰,德国,和比利时,执教了12年,在纪连赛,执教了两年,当了10年的NBA助理教练,当51岁的克里斯芬奇,去年2月,紧急上岗,从多伦多,飞往尼尔沃基,接手风雨飘摇的森林郎时,没人想得到,短短一年间,他能把这支球队,带成如今这个样子。 当时,这位前梦龙助教接手的,是一支七胜二十四副,联盟垫底的大烂队,他们看起来没有热情,没有希望,没有任何腾飞的迹象。 芬奇在森林郎,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,胡安·埃尔拿戈麦斯,他们在丹佛,一起合作过。 当时,在麦克马龙的麾下,埃尔拿戈麦斯,乐观而阳光的个性,给了球队助教芬奇极深的印象,但在密尔沃基,他看到这位西班牙前锋时,他被埃尔拿戈麦斯,是气低落,又缺乏自信的样子震惊了。 在经过调查之后,他才知道,埃尔拿戈麦斯,不是球队里的个例,这支球队,本来被大众认为,已经到了出成绩的时候,但在最关键的一年里,队里最好的两名球员,唐斯。